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先知道有几个 几页 所以这边的话总共我们会有这几个连结 包含就是六个连结 加一个主页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插入一个 在JQ Mobile里面这边插入页面 第一个他会跳出那个要不要 JQ Mobile 档案我们按确定直接按确定就可以 第一个页面的话一样我们叫做Home 其他就分别 在插入那个page 1到6 所以一个Home 那页首跟页尾都加好了 那页尾的部分加入那个copy line就是版权所有的那个讯息 那特别注意第一个插入页面之后的话 那我之前一直强调说 你不要再 不可以直接就是直接插入这个JQ Mobile因为你直接插入的话 或者是你游标放在这个这个前面的话他会在页面里面再加 特别注意就是DIV结束的地方按Enter 在底下这个地方插入第2个页面 那分别也是一样page 1 到 总共有6个页面 底下这边有个空白的这个段落 利用这样的方式分别 在插入我们需要的这个 6个页面 OK 第1个阶段 第2个阶段的话 就是 再来把相关的 这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资料把它call过来 那这里的话有个data data里面包含就是 1 储值部分 2 一类推 总共会有6个页面 再加上一个首页 把这部分先完整 然后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大家再来看一下就是 把刚刚的相关的页面做完毕之后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这个地方 做出 比如说 根据朝代 去 去做连结的话 那 我们之前 有做过 一个是 放在夜首 再来就放在夜尾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放在夜首 也不要放在位 我希望放在什么中间 就是内容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要发夜首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说 第一个你要先把游标放在哪里的 放在夜首的地方 比如上面有个古文之美 然后后面的话 插入的这个这个我们文字的地方特别注意 要在 这个后面 就是 假设如果你是发夜首的话 记得夜首一定会有个标题 要放在标题的后面这里 不能放在中间这里 不然的话 你做出来的会非常的奇怪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一个那把的话 游标必须放在 这个的后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必须要插入什么 版面 的什么 DIV 有没有 这边有个插入DIV DIV标签按确定 再来就做什么 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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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